接下來就要跟各位談的就叫做金屬元素 第一個是鐵 鐵可以利用焦炭或煤焦 把它從鐵礦還原出來的鐵 這個在下學期的理化會焦 煉鐵 這種煉出來的鐵叫做生鐵 生鐵的含碳量比較高 所以它不太適合敲 敲之後它就會碎掉 不要碎掉了 所以適合鑄造 又叫做鑄鐵 這些話我下學期再教一次 剛剛從高爐裡面煉出來的鐵叫做生鐵 含碳量比較高 然後適合鑄造所以叫做鑄鐵 想辦法把碳拿走 它幾乎就變成純鐵了 那叫做熟鐵 含碳量最少 純度最高 金屬有延展性 所以可以拿來敲一敲敲一敲打一打 所以適合斷造 所以叫做所謂的斷鐵 斷鐵 一個叫生鐵 一個叫做熟鐵 一個適合鑄造 一個適合斷造 一個含碳量多 一個含碳量少 那麼另外中間叫做鋼 鋼通常是有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形成一個混合物 然後它的含碳量 藉在熟鐵跟生鐵之間 因為纏了不同的雜質 所以有不同的性質 所以會有不同的用途 比如說這個各根葉做成的不鏽鋼 不鏽鋼有很多種 我們國中教你的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加了各根葉的 各根葉的 188不鏽鋼 最常見的那種 OK 各根葉的 做餐具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用途 所以就是了解一下 這是下學習會再提一遍 然後會考試就喜歡問你說 誰的含碳量多 誰的含碳量少 OK 這個快要絕種了 這種玩意的快要絕種了 電腦磁片應該已經絕種了 你們現在有人用過磁碟片了嗎 應該已經沒有人 都用隨身碟了 應該沒有隨身碟 錄音帶應該也算要絕種了 錄音帶也大概快要絕種了 大概還沒有絕種就是 那個存折的背面 有一條黑黑的 然後刷的時候會經過刷 還會經過它的那個 那條黑黑的就是氧化體 一種特別的氧化體 有磁性的氧化體 氧化體有很多種 有磁性氧化體 然後利用磁性去記錄一些東西 記錄一些東西 現在連信用卡都是用晶片卡 大概是有個磁條 這個磁條 我都這個快要絕種了 這個氧化鐵這個玩意的 這個磁條都快要絕種了 然後就是背一下 馬口鐵鍍錫 白鐵鍍錫 白鐵做建材 馬口鐵做罐頭 罐頭可以吃 所以是馬口 口 所以馬口鐵做罐頭 口把它吃了 然後看那個錫 它每個日很像那個口 所以馬口鐵鍍錫 然後白鐵鍍錫 白鐵鍍錫 做建材 這個背一下就好 背一下就可以了 OK 鋁 地殼含量第一位的金屬 剛才講過氧氣鋁鐵對不對 鋁是第三位 但是它是金屬 所以第一位的金屬元素就是鋁 鋁 重點 古時候的鋁非常貴 比黃金還貴 因為不知道如何提煉 自然界找不到比較 找不到純� 所以比黃金還要貴 後來我們有了電解法之後 鋁就很便宜 可以拿來做鋁門窗 還做鋁門窗之類的 然後呢 鋁的活性很大 很容易跟養作用 那為什麼不會生鏽 它會生鏽 可是它生的鏽 會形成一個致密的氧化層 薄薄一層 在表面上就擋住了 氧就看不到裡面 所以裡面不會再繼續生鏽 所以裡面不會再繼續生鏽 不像氧化鐵 所以鬆鬆的 會容易剝落 就會鏽光鏽透 整個都鏽爛掉 它不會 所以重點它有致密氧化層 我們要學兩個項頁有致密氧化層 這是第一個 就是鋁 背好 鋁有致密氧化層 然後鋁鵝金 很輕 有夠強度 所以是做飛機的好材料 飛機好材料 因為飛機要飛上天 要輕一點 比較容易飛上去 不要容易飛上去 所以飛機的好材料 鋅 然後看一看 重點 第二個有致密層是嗎? 它也會生成一個致密氧化層 保護內部不再繼續被氧化 OK 鋅 兩個 哪兩個 一個鋁 一個鋅 會生成 致密氧化層 你夠備好 你夠備好 鋁跟鋅 會生成 質量 所以 碼頭鐵鍍形 白鐵鍍 鋅 就在上面 保護內部 不會繼續被氧化 它可以生成致密氧化層 OK 然後鋅電池的國三會交 鋅電池外殼是鋅殼 是當複集用 當複集用 這三年級會再講一次 鋅電池的鋅殼做複集 然後呢 氧化氫是白色原料 氧化氫是白色原料 再來銅 剛才講過銅啊 紫紅色啊 紅色啊 怎麼之類的 有光澤 導電性第二位 當我會加導電性第一位以後備好 銅是導電性第二位 僅是於銅 所以誰最好 銅最好 銅第一位 銅第二位 那為什麼用銅來當電線 因為比較便宜 銅太貴了 銅太貴了 所以呢 用銅來當電線 就一些跟電有關的東西 要搞電池找它來 青銅銅洗合金 歷史早就交過 青銅器 有沒有 青銅銅洗合金 最早使用合金做餐具啊 做吹燃 就是周公鼎啊 周公鼎啊 鼎啊 鼎啊 雖然就在做雕像 雖然就在做銅像那個 銅像 好 青銅叫銅洗合金 黃銅是銅心合金 那個樂器啊 樂器啊 喇叭 聲說喇叭 小喇叭 那個看起來黃黃那個 黃銅 黃銅做的 好 樂器 然後水龍頭 這些之類看那就可以了 有的 參考來叫做白銅 那看完就算了 基本上國中沒有交那玩意 OK 有的 樂器就背一背 樂器就算 樂器就算 看一下 有背好青銅 黃銅 誰跟誰的合金 知道一下 再有銀 導電導熱性最好 剛才講過了 一位的是銀 第二位的是銅 第二位是銅 OK 把它記下來 所以就做電子工業 做電子工業 當然如果你很需要導電性很好 就先拿銀來做 然後呢 色澤優美 銀銀亮亮很漂亮 做錢幣 銀幣 做裝飾品 做高級餐具 銀盤子 銀筷子 銀杯子 銀碗 對不對 傳說還可以來測驗有沒有毒對不對 看有沒有變黑的照有沒有毒 OK 那是銀炎石 好 秀化銀 這也快絕種了 你現在沒有用這個 影片 感光 它對光敏感碰它會變黑 所以銀化銀應該是白白的 見光死 化銀光就變黑了 被反應 所以要來做底片像尺的感光材料 銀化銀 好 這個大概也要絕種 就是現在很少人來充底片 很少人來做這件事 好 再來跟你們講過那個劉化氫 剛剛講過的 劉化氫 然後呢 它會跟銀作用 然後就產生一些斑點 我告訴你說去那個偉大的溫泉地區 不要去那個 帶銀的士林去 然後你就變黑了 只有是有關於 我們前面加的五個 有關於金屬元素的部分 OK嗎 OK